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奈在1890年代末期搬到了吉维尼 蒂弗尼 这个小村庄成为了他灵感的源泉 他在自家花园里建造了一个池塘并种植了各种睡帘 这个池塘成为了他后来创作睡帘系列的主要题材 可以说 莫奈的花园就是他的户外工作室 而睡帘池则是他光影实验室 莫奈对光影的迷恋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他经常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天气条件下观察睡帘池 试图捕捉光线在水面上变幻的瞬间 这种对光影的敏锐观察 使得他的睡帘系列充满了动感和生命力 每一幅睡帘都像是一首光影的诗篇 让人不惊感叹自然的美妙 有趣的是 莫奈在创作睡帘时 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写实 他的笔触自由奔放 那种风格让人感觉到画面在不断地变化 就像是水面上的波纹一样 莫奈曾经说过 我希望画出的是我眼中的世界 而不是相机能捕捉到的世界 那句话道出了他对艺术的独特理解 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据说 莫奈在创作睡帘时 经常会因为光线的变化而感到困扰 有一次 他甚至因为光线不够理想 而把一幅画作扔进了石头里 那种对完美的追求 让人既佩服又值得有些滑稽 懂得来说 莫奈的睡帘系列不仅仅是对自然的赞美 更是他对光影变换的深刻探索 这些画作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的美丽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艺术家对光影的无限热爱 而一幅睡帘都是一首光影的诗篇 让我们在欣赏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那份来自自然的宁静与和谐 所以下次当你站在莫奈的睡帘前 不妨多停留片刻 细细品味这些光影交织的诗篇 或许一眼能从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灵感与感动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贝多芬月光奏鸣曲钢琴中的夜晚情怀 当我们谈到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Sanara Quasi Bura Fantasia 这首作品无疑是钢琴音乐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这首奏鸣曲的正式名称是 第14号钢琴奏鸣曲 按大家更熟悉 它的绰号月光奏鸣曲 这个绰号其实并不是贝多芬本人所取 而是由德国诗人路德维希 雷尔施塔布 Labwe Grellet在贝多芬去世后所赋予的 雷尔施塔布认为 这首作品的第一乐章 让他联想到 月光照耀在瑞士刘森湖上的景象 于是这个浪漫的名字便流传胎来 月光奏鸣曲由三个乐章组成 每个乐章都有其独特的情感和风格 第一乐章是Dagio Sauce to Neutral 这是一个缓慢而充满情感的乐章 常常被形容为夜晚的情怀 这个乐章的开头是一段低沉的八度音 庞佛是夜晚的钟声 随后进入一段如梦似幻的旋律 让人感受到一种宁静而深邃的氛围 这段旋律的节奏稳定而缓慢 庞佛在夜晚的弧面上轻轻荡漾 第二乐章是Augue Chouch 这是一个相对轻快的乐章 庞佛是夜晚中的一段小插曲 这个乐章的旋律简单而优美 但有人说这个乐章像是夜晚中的一场小聚会 大家在月光下轻声交谈 享受住夜晚的宁静与美好 第三乐章是Presto Agitato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动感的乐章 庞佛是夜晚中的一场风暴 这个乐章的旋律急促而强烈 带有一种不安和焦虑的情感 有人说这个乐章像是夜晚中的一场梦魇 让人感受到一种无法逃脱的压力和紧张 有趣的是贝多芬在创作这首作品时 更处于他人生中的一个困难时期 他的听力逐渐衰退 这对于一位音乐家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然而贝多芬并没有因此放弃音乐创作 反而在这段时间内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 《月光奏鸣曲》便是其中之一 这首作品的情感深度和音乐表现力 无疑反映了贝多芬内心的挣扎和坚韧 总的来说 《月光奏鸣曲》是一首充满情感和故事的作品 它让我们感受到夜晚的宁静与美好 也让我们体会到贝多芬内心的挣扎与坚韧 每当我们聆听这首作品时 当佛都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夜晚的情怀 让我们在音乐中找到一丝慰藉藉和共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卓别林《大独裁者》笑声与泪水的电影《抗争》 当我们谈到卓别林的《大独裁者》的《Great Dictator》 特别1940年的经典电影 无疑是笑声与泪水交织的艺术杰作 这部电影不仅是卓别林的第一部有声电影 也是它对当时世界局势的深刻反思和勇敢抗争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部电影的背景 当时二战的英云笼罩驻欧洲 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正在肆虐 卓别林以它独特的幽默和敏锐的社会观察力 创作了这部电影 对纳粹主义和独裁政权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电影中的独裁者希特洛·埃德诺天空 明显是希特勒的化身 而卓别林自己则一人分尸两脚 既是独裁者希特洛 也是善良的犹太理发师 电影中有许多经典场景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希特洛与地球衣共舞的片段 这一场景既滑稽又深刻 希特洛将地球仪当作玩具 象征住他对世界的野心和控制欲 然而这个地球仪最终在他的手中爆炸 暗示住独裁者的狂妄终将自取灭亡 这一幕不仅让观众捧腹大笑 也让人深思独裁者的荒谬和危险 卓别林的幽默并非仅仅是为了逗乐观众 而是带有强烈的批判性 他通过夸张的动作和对话 揭示了独裁政权的荒谬和残酷 例如电影中希特洛的演讲场景 他用一种荒诞的语言和夸张的肢体动作 模仿希特洛的演讲风格 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 也感受到那种疯狂的威胁 然而大独裁者并非仅仅是一部喜剧 它也充满了深情和悲剧色彩 电影的结尾 卓别林以犹太理发师的身份 发表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演讲 呼吁人类团结和平和蔼 这段演讲至今仍然被视为 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独白之一 卓别林在这段演讲中 抛开了角色直接面对观众 表达了他对人类未来的希望 和对独裁政权的谴责 有趣的是 卓别林在拍摄这部电影时 并不知道纳粹集中营的真实情况 但后来表示 如果他知道纳粹的暴行 他可能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来创作这部电影 然而正是这种无知 让他能够以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 对独裁政权进行无情的嘲讽和批判 总的来说 《大独裁者》是一部充满智慧和勇气的电影 卓别林用他的幽默和艺术 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笑声和爱也能成为最强大的武器 这部电影不仅让我们效忠带泪 更让我们深思人类的未来 跟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暴政和不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踏上了一段艺术与音乐的奇妙旅程 从末奈的睡帘到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再到卓别林的《大独裁者》 每一个作品都有他独特的魅力和深刻的内涵 让我们在欣赏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其背后的故事和情感 总结一下 莫奈的睡帘是对自然和光影的诗意描绘 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光线变换的痴迷 和对完美的追求 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则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情感和故事的夜晚 让我们体会到他内心的挣扎与坚韧 而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通过幽默和讽刺 将世界传递了反抗暴政和追求和平的勇敢精神 那么这些作品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 艺术和音乐不仅仅是用来娱乐的 它们还是我们理解世界和自我的一种方式 莫奈的笔触告诉我们 要留意生活中的每一个微小瞬间 贝多芬的旋律提醒我们 即使在困难中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 而卓别林的笑声则告诉我们 幽默和爱是对抗黑暗的最强武器 最后我非常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并提出问题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感受 你对莫奈的光影诗篇有什么特别的看法吗 贝多芬的音乐是否曾触动过你的心弦 还是卓别林的幽默让你在某个黑暗时刻得到了安慰 请让我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些精彩的艺术与音乐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 in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apbook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our wars and fears Lafh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H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